这是韩红做公益以来最为心碎的一幕 韩红阿姨你救救我们我不想死 在百人援助公益活动中 一位患有头皮临癌的女孩哭着向韩红求助 但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 这种病根本无法医治 更令人心痛的是 女孩的哥哥姐姐也同样是因为这种病相继离世的 在死神的步步紧逼之下 女孩只能祈求韩红救自己一命 韩红一边安慰她 一边从兜里掏出两万块钱 当女孩得知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情绪激动当场晕了过去 而这样的例子 韩红也不是第一次见到 做公益这么多年 韩红见了太多身处困境的穷苦百姓 1999年 贵州的马连和景区曾发生过一起非常严重的缆车事故 黑心商人为了牟利 将原本只能承载十个人的缆车硬色进去了三十个人 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最终缆车在升到110米的高压时突然失控坠落 等救援队赶到时 现场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但却有一位小男孩在父母的合力脱举下 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 这件事令无数人动容 于是在2000年的315晚会上 制作方想让韩红以此事创作一首工艺主题曲 得知这件事情后 韩红非常激动 为了寻找灵感 他翻阅了很多资料 甚至坐上了那辆缆车 想亲身体会一下遇难者的心情 最后韩红以幸存孩子的视角 写下来这首感动无数观众的歌曲《天亮了》 事后韩红对事故中的幸存男孩潘子浩很是牵挂 经过多方寻找 他最终见到了这个让他牵挂依旧的孩子 两人初次相见就抱头痛哭 童年时期的韩红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 看同病相连的潘子浩他非常心疼 于是决定将他收养 并改名为韩厚厚 年近50的韩红为了做慈善至今未婚未育 但他却是300个孩子的妈妈 被他救助的家庭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为了做公益清净所有 真是让人敬佩 为什么韩红做慈善会得罪80多位中国明星 在一场慈善晚会上 韩红邀请了80多位当红明星 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筹集善款 结果当晚却没有一人到场 一气之下 韩红当场发飙 也有明星我去求人人家不来的 因为我从来真的都没觉得 中国的明星算真正的明星 国际上的大牌明星 他们都是有爱心的 有国家民族责任感 我们呢 我们都在酒吧里 在夜场 开着跑车在那呢 在炫耀 在韩红的慈善道路上 作秀两个字始终伴随着他 但其实最早做公益的时候 韩红是非常低调的 只是后来他发现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过薄弱 必须号召更多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也发现 当灾难来临之际 某些慈善机构和基金并没有及时将物资送往灾区 而是存进仓库 还会从捐赠的善款里抽取一部分管理费 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 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又有机会我们才知道 原来一般方便店都是可以公示的 为了让这些善款第一时间送到灾区 于是韩红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从2011年开始 韩红就发起了百元援助活动 并带着志愿者们去偏远山区做慈善 期间韩红爱心团队累计一诊四万余人 免费为患者做手术2300余例 为基层医生培训 捐赠各种医疗设备 团队也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为50多人 有人说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三甲医院 在活动中 韩红不止一次掉过眼泪 头发白了就再染回来 但这次活动也让韩红被推入舆论漩涡 有人说他反应过激 觉得他是在作秀 对此 韩红从未替自己辩解过 这么长时间 由他带领的团队捐款超过十亿余元 其中韩红自己就捐了四千多万 据说他参加歌手 也是为了多赚点钱 他曾说过快要把自己捐空了 有朋友劝他不要这么拼命 做公益也要有各度 可韩红却不以为意 因为接触过黑暗的人 比任何人都向往光明 相信未来还会有无数个韩红会出现 何炅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人走茶凉后 沈腾和玛丽会赐予他一张免死金牌 这一季向往的生活中 何炅因为犯事后显得格外落寞 可就在嘉宾沈腾和玛丽的一番话之后 他渐渐放下戒备 甚至差点流下眼泪 这一幕出自向往的生活 第六季第四期 结婚后就减少合作的沈马CP 罕见的同况参加综艺 一起录制了向往的生活 起初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无非是为了宣传 即将上映的新电影《独行月球》 可看了正片才发现 两人关于宣传电影的画面几乎寥寥无几 反而说了一大片肺腑之言感谢何 就跟你说 我说师傅 我说你看这就能上宣传吗 你杯都没打 等我 然后没过一会儿你就回来说 可以来 没问题 而玛丽口中改变他们命运的那通电话 就发生在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宣传期间 当时沈腾和玛丽还不红 走在大街上也没几个人认识 无论两人如何恳求 各大卫视和综艺纷纷看不上新电影 甚至不愿给他们一个宣传的机会 记得咱们下落那会儿 是咱俩跟傻子似的 那会儿没有人认识我们 啥节目也不让我们上 眼看所有人都求了个变 玛丽只好后脸皮找到了 曾经合作过一次小品的何炯 毕竟当时的何炯背靠快本 只要两人能站在舞台上 就有机会向全世界宣传电影 本来她也没抱太大希望 毕竟自知咖位小 排不上号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的何炯前脚听她说完 后脚就去打电话给他们排班 事后何炯还充当起了 电影的宣传大使 他认真揣摩了电影的卖点 然后亲自写了宣传文案 每天发一条 每天发一条 而且每天自己想不同的点宣传 自认的宣传委员 在何炯的帮助下 沈腾和玛丽成功为电影做宣传 并取得了14亿的票房 像何老师这样不计回报 帮助别人的人真的很少 然而造化弄人 如今沈腾和玛丽早已是百亿票房大卡 而何炯却深险 送礼 取向成迷 主场节目被彻等负面新闻中 人走茶凉万人险 可沈腾和玛丽却只参加了何炯的常驻节目 听到沈腾和玛丽的话后 何炯的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眼泪在眼眶里大转 那一气得的节目不仅收视率飙升 众人也知道了何炯的为人善良 明镜需要观看